国内油价连续三个礼拜调涨 现在就连桶装瓦斯也要跟着上涨了 从明天凌晨零点开始 国内汽油每公升调涨零点四元 各式柴油每公升调涨零点五块钱 另外20公斤装的桶装瓦斯 从这个月开始调涨了二十元 如果以北部地区来说的话 每桶售价是一千零二十二元 下午四点不到 交战开始出现车潮 因为驾驶都知道 再过几个小时油价就要上涨了 从二号凌晨零点起 国内各式汽油每公升调涨零点四元 才油每公升调涨零点五元 调涨后九二五千汽油每公升三十三点九元 九五五千三十五点四元 九八五千三十七点四元 超级柴油每公升三十二点八元 而这也是国内油价连续第三周调涨 同样调涨的还有桶装瓦斯 每公斤调涨一块 二十公斤装的就上涨二十元 以北部来说每桶售价来到一千零二十二元 担心荷包吃不消 有些民众早就赶在上涨前 担脆多叫几桶回家备用 也有民众担心会引起另一波餐饮的涨价潮 因为冬季远东地区 液化石油气市场需求增加 国际价格飙涨 虽然中油配合政府稳定物价 自行吸收七点四元 这个月家用桶装瓦斯 每公斤只涨一块钱 不过对民众来说 油气仍然双涨 日子还是难过 记者乌鸦与林国黄特会报道